哈囉 今天要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它是那個 草莓蛋糕口味的 Yakisoba Yakisoba就是草麵 就是日本的草麵 然後呢 這個牌子呢 其實也是 其實大家去便利商店都可以看得到的 日本的便利商店都有在賣 然後這個是它出的 期間限定版本 草莓蛋糕口味的 我們等一下要來試吃 可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工商廣告一下 就大家平常有在喝飲料的話 其實我很推這一款 就是 這個是明治初的膠原蛋白粉 然後呢 一般你們看到的都是白色的對不對 可是這一罐是金色的 因為呢 它是加強版的 只要你買了這一罐 加在裡面 你就可以全部一次擁有 所以它是黃金版的 就是它是專業級的 對 要怎麼吃呢 就是這個盒子 其實它已經被我喝到空了 我們把這個盒子的口打開 然後呢 它裡面有附一個小湯匙 這個小湯匙呢 平匙一匙就是我們平常 需要加進去的量 可是我這個其實已經很低了 因為我昨天 它就差不多是這樣 欸 我現在咬不滿一匙欸 反正就是這個一匙的平匙呢 就是你一天 可以喝的量 可是因為我咬不滿一匙 所以我就這樣加進去囉 這個是我的咖啡 然後呢 我只需要 攪拌一下 而且呢 就是我有看網路上說啊 它的溶解速度 比起一般其他的膠原蛋白粉 就是快很多 所以呢 你不用擔心 有很多 顆粒啊 或者是粉狀的東西 在你喝的時候 它還會 咬咬的之類的 都不會 就因為我自己 通常啦 通常有時間的話 我一天都會 泡個咖啡或是紅茶 所以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還蠻方便的 就我之前也有想過 就是 感覺買了 怕自己不會喝 可是其實不會欸 就是 這真的很方便 然後呢 它其實不一定要配熱飲 它也可以配冷飲 還有 優格 它可以加在優格裡面 所以比如說 你在減肥的人啊 也不一定要減肥啊 就是你想要健康的 吃東西的話 就你也可以 加在無糖的優格裡面 然後你可以加蜂蜜 加這個 其實就很好吃了 而且我覺得優格加蜂蜜真的超好吃的 就你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吃有糖的優格 你只要用無糖的優格 你只要用無糖的優格 配蜂蜜 就可以有很 很棒的享受 我好像在介紹什麼飯店 喔對 我們 我們的日日購有在賣 所以 記得要跟我們詢問喔 私訊就可以了 我會把網址 PO在這裡 你 哈囉 我們又回來了 然後呢 是今天的主角 這是他 我們要來開箱他了 其實我也沒有吃過 所以 還好啦 我覺得我還蠻味覺白癡的 所以 應該是沒有問題 希望他不要 欸怎麼開啊 希望他不要 真的讓我 完全吃不下去 大家會很困擾 看之前呢 再給大家確認一下他的包裝 他有寫 Shot cake Shot cake Shot cake 然後呢 日本的泡麵阿 就是這種乾麵阿 其實他都很方便 他們這邊呢 都會有 會有 1 2 然後會有3 對 他們會有三個地方 讓你知道 你只要 開這個東西 撕到這裡 然後把它蓋起來 加水 然後蓋起來 然後再從這裡 把湯倒出來就可以了 他這邊有 他這邊撕開以後 動 所以就不用怕會燙到熟了 完全 非常的貼心 把燈條按一個好了 那裡面有三個醬包 不是三個醬包 三個包裝 一個是 等一下我先 認真的閱讀一下 這三個東西都是後家的 所以呢 你只要先把 熱水 倒進去 就沒問題了 好 我們現在要倒熱水 好 把熱水拿來 我們現在來加熱水進去 他說要加到線為止 所以呢 就 加到線之後 他這邊有一個 三角形的地方 把它勾起來 就只要 等啦 好的 翻翻過去了 我們要來把 泡麵打開囉 把這裡打開之後啊 他就會有很多洞洞 有看到嗎 就直接把這個拿去倒掉就好了 很方便吧 直接把三個都加進去就可以了 嗯 應該要先加哪個呢 應該要先加 這個吧 醬包 我覺得 好奇怪的味道 有點害怕起來 啊 裡面有油耶 所以他果然還是 那個 炒麵沒有錯 我還以為他整個都會是甜的 好可怕喔 要把最後的油都要擠出來喔 所以其實應該 把這個放在上面 把這個放在蓋子上面 應該會比較正確一點 然後呢 這個包 裡面很像那個 很像那個 淋在那個 奶油上面 生日蛋糕的那種 有那種小巧克力啊 有小梅乾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 到底裡面是什麼東西 嗯 這個跟 這個跟 美乃滋應該要哪個先加呢 先加這個好了 先攪拌一下 把它撒來漂亮一點好了 啊 它一下子就溜下來了 沒辦法撒得漂亮一點 啊 我 感覺 嗯 感覺應該 可以撒得更漂亮一點的 啊 它一下就溜下來了 所以 口要開小一點 不能開這麼大 給你們看一下 長這個樣子 先把它 弄得有點像蛋糕一樣 然後呢 最後就是美乃滋啦 然後美乃滋 它有給你一個小切口 所以 不用擔心 會 擠出來 可是這個美乃滋就很重要了 又好認真 先不要跟我講話 好奇妙喔 這真的是炒麵嗎 完成啦 看得到嗎 然後我要開始試吃囉 這真的有味道嗎 我應該沒有少加什麼醬包吧 我怎麼覺得這看起來 好小喔 好不像 好 好不像真的一般的炒麵喔 好 開動 開動 其實還蠻好吃的耶 就 可是我覺得它那個 甜甜的東西很太少了 不然應該會更好吃 美乃滋好像是 香草口味的嗎 對 香草口味的美乃滋 所以呢 你想要香草口味均勻一點的話 最好還是 把美乃滋拌開比較好 真的是很奇妙的味道 不過不能 不能說不難吃 其實還蠻好吃的耶 還是我是味覺白癡 反正想要試試看 不一樣炒麵味道的人 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最近有 親朋好友來日本玩的話 可以請他們帶這個回去給 繼續把這個吃完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記得幫我按個訂閱喔